特朗普气炸 挑衅马斯克 想想当年你在我办公室卑微的模样 特朗普强调 如果当时他要马斯克跪下哀求 相信马斯克也会照做的 随着马斯克公开嘲讽特朗普年纪太大 不该再度参选 资株毕较的美国前总统火力全开 将世界首富从头到脚数落了一番 作为这件事情的背景 马斯克周一在社交媒体上表态称 如果特朗普参选并获胜 等到任期结束时就82岁了 这个年纪管什么都太老了 更何况是领导美国 直戳特朗普痛点的是 马斯克再度表示支持共和党新星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世界首富表示 如果2024年是德桑蒂斯对阵拜登 那共和党连竞选活动都不需要就能轻松获胜 特朗普气炸 全面痛斥马斯克 近来一直在扶持自己人 争夺中期选举一席的特朗普 除了争夺影子一掌外 自然是为了2024年大选蓄力 被拥有上亿粉丝的马斯克公开拆台后 特朗普终于忍不住发飙了 周二特朗普在自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连发数条状态 从头到脚怒骂马斯克 特朗普表示 马斯克曾经多次来白宫找我要补贴 那些项目包括续航不够长的电动车 釀成车祸的自动驾驶技术 以及不知道会飞哪的火箭 没有这些补贴 他将一文不值 马斯克当时还说自己是特朗普和共和党的狂粉 发泄完情绪后 特朗普也顺势喊话马斯克管好自己的事情 直接点出他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如何从收购推特的烂摊子上抽身 特朗普幸灾乐祸地表示 眼下马斯克可能要掏出440亿美元 买下恐怕不值这么多钱的东西 而且在电动车赛道 还有许许多多的竞争者抢他饭碗 特朗普最后还点了一下马斯克性批违规的事情 质问为何他在收购推特股票时未能及时披露 对于特朗普的攻击 马斯克迅速予以回应 不仅援引辛普森一家中老头对天旁笑的表情包 更是简单粗俗地表示 特朗普笑得我劈滚尿流 马斯克曾是特朗普时期大赢家 虽然很难说特朗普和马斯克曾经感情很好 但不可否认的是 马斯克人生开挂起飞的关键时期 恰好落在特朗普任上 早在2017年时 当时还睡在特斯拉工厂地板上的马斯克 已经是白宫的常客 与福特、苹果、洛克希德马丁、强生等背景深厚的巨头同袭 由于硅谷科技公司的意识形态 普遍与特朗普不太对付 所以马斯克也常常被称为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硅谷大赢家 两人之间的联系与彼得蒂尔有关 后者不仅是特朗普的科技顾问 早在PayPal时期就与马斯克共事 蒂尔同时也是知名的科技投资人 偏好豪赌科技革命的初创企业 曾参与SpaceX的早期投资 在PayPal时期就与马斯克大赢家